如果刚刚有它旧版的话可以把它重整一下 主要是完成画面长得像这样 就是一个版型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建这个版型很重要 那前面比较少讲到版型 我们前面的版型都是用那个贿赂的方法 那它已经做好了 所以如果今天不是贿赂 而是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版型的话 那要该怎么做 其实基本上也不困难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在讲这个之前的话 那我们当然预设的就是Activity上面很简单 你就在 应该是CampoSize里面 找到ListView拖拉过来 放一个就可以 那名称的话就是LV01 这个比较简单 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按钮 那我们秀画面 我发现放在TextView好像其实不是很好 所以你可以放在哪里 我这一题翻例是放在上面 SetTitle就OK了 要不然的话就跳一个什么呢 跳个LearnDialog 所以LearnDialog你会发现很重要 但是LNDialog看起来实际上有点复杂 不过应该现在大家都可以 自己从头到尾Key出来了 反正就是Title SetTitle SetMessage 那一个按钮的话就是SetPositive 你要SetPositive Button 然后第二个是Negative 那还有中间 中间还有 所以最多可以放几个呢 可以放三个 好 实际上 LNDialog 实际上 你也可以 我有看过 有书上介绍 就是可以在LNDialog上面 再加一个 ADTest 不过要New的方法 那个New的方法 有点类似像我们刚刚 在GreedView里面 New一个ImageView 那同样的 在LNDialog里面 也可以在New 一个ADTest 所以有时候 比如说你在LNDialog跳出来 你还希望让它输入什么东西的话 也可以在LNDialog上面输入东西 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很多的变化 那再来就是一个 这个 里面的话再建一个View 那建View的方法 大概说一下 第一个 就是直接在哪里呢 在Layout上方 按右键 右键之后 也不是有一个 新增 新增一个 Enjoy的XML File 那XML File 那XML File里面 原来是空的 那你要在上面 增加几个 就是说 原来已经有一个Layout 那Layout的部分 把它改一下 改成LinearLayout 好了 LinearLayout 这个LinearLayout 不要用纵向的 我们前面都是直接纵向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 建个View是横向的 所以特别注意 上面有没有看到 它是横向的 所以要选那个什么呢 H的 就是Hororonto 水平的 就往这个方向的 那再来就是 再拖拉出一个什么 拖拉出一个Image View 所以拖拉一个View 之后的话 就放这边 那另外这边 隔壁要放两行文字的话 怎么做呢 再拉一个什么呢 拉一个Layout 这个Layout 是什么呢 纵向的 上下 然后再放两个 TestView进来 这个不知道 各位做不做得出来 不过应该 玩一玩 慢慢各位好像刚开始 对那个Image View 不熟悉 不过玩久了 感觉慢慢 会越来越习惯 这样的操作 那我示范一次给各位看 这个名称我叫MyLayout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新建一个AndroidXML File 不过建议是先汇入这个图 我这边已经有汇入这个图 然后呢 我们进来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就是在这边打一个 买Layout 你可以给它一个任何名称 我这边打一个 买Layout 或者是你可以打一个 其他的名称都可以 那我已经有一个 我就选2 然后它Root 就是说 跟的这个元件是哪一个 你就选横向的这个 然后按下一步 那有没有什么 没有啦 我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会增加一个 MyLayout 2 里面只有一个 跟一个版型 所以横向的 那再来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点 这个地方也放大 看起来比较清楚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Image And Media 直接拖拉过来 那大小的话 我们先选一个图 看预设是哪一个 比如说我就 篮球好了 OK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图太大 你可以把它缩小 缩小方式的话 你可以这样调整它就可以了 OK 那调整完之后的话 下方 不是下方 因为它是 这个方向好像不对 所以按右键 ChangeLayout 把它原来是纵向 应该看得出来 它现在这个 是纵向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Linear 往上 Linear Layout H开头的是水平的 按确定 记得 你那个图示 确定一下 有没有 一转 结果有问题 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没有转过去 把这个 拉掉一下 里面的话 Match Match Parents ID DNA L 不然直接把它滴掉 OK 把它save 这个重拉也OK 把这个 重拉 或者是说 我们在加之前 先把这个先 理论上是应该是 再把它Change一下 理论上是 这地方 把它改成 就是根的部分 改成红装头 水平的 Bug了 这个地方 有时候 不然就自己在这边做修改 然后其他的话 再陆陆续续 把我们需要的那些 元件放上 放上来 包括就是说 我们的Image View 放过来 然后我们的 再放一个Layout 然后再去做一些调整 做完之后的话 类似就像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类似像我这个地方做出来的 就是这边先给它横向 然后再一个 Image View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再拖拉出一个什么呢 这地方有一个Layout Layout 部分的话 你就选这个垂直的 Vertical 然后再放两个 Text View 进来 那这个Text View 里面的话 包含就是说 第一个是 我是用黑色的字 如果我这边好像Size 我这边有修改 这边 大概我是把它改成24 所以这个字会比较大一点点 第一行文字 那上面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叫第二行文字 那这个大小我大概调16 然后颜色的话 我把它改成绿色的 大概是这样的版型 然后把它Save 之后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版型出现了 OK 那大概是这样 请各位先 试着把这个版型建出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